欢迎收看本期由Phil独家关于运播追踩东西 我是主大师 那么上一期做完AJ1 AJ3的评测 很多客户人觉得有点无聊 或者说有点无厘头 所以说这一期我们继续带来 全新的实在来就写的一个体验或者拆箱 那么今天的拆这双鞋是我一直一直很想买 或者说一直非常期待的鞋 大家看我穿成黑色的 Phil的圆灵唯一是不是猜到是哪位球形的鞋呢 是我们的黑曼巴科比的鞋 这样是强行强行产生联系 那么现在我把鞋子拿上来 整个盒子上都是这种蛇灵纹 然后正面没有科比的标志 只有在侧面有一个科比的签名 而且上面还有个特价标签 估计是撕掉的 然后这边有个Nike的速写 和科比个人的一个logo 里面打开看一看 这开门键上黑色的这个内饰鞋垫 然后鞋子呢就在这里 上面还有这种防尾吊扣 科比A.D.Mid 就这双鞋 盒子没什么东西 任一旁 这双科比A.D.Mid 是这个目前来说我觉得 Nike近两年出的实战性能最好的双鞋 为什么我要特地强调A.D.Mid 因为科比A.D系列出了三四款鞋了 而且每一款都是叫什么科比A.D 包括像最新推出那一款 像那个乐高级木一样那双 没有任何中底这个靠扭的那双鞋 还包括之前那双低帮的 然后像小图马斯穿的那款鞋 都叫A.D. 所以说大家可能会有一点迷惑 到底A.D是什么 对吧 A.D其实是那个原年 公元原年的意思 那么它用在篮球鞋上呢 我觉得就是可能从科比退役的那个时候开始 之后的篮球鞋款都跟A.D有关系 那么这双是 科比A.D.Mid 它后面有一个 就是英文的那个句号的点 所以说这双鞋是跟他们有一点不一样的 那么为什么我今天要拿这款鞋来说呢 是因为它的实战性能真的是挺爆炸的 就是刚从配置上来说 以及球鞋上脚来说 那么先依照惯例 就从这个第一眼 第一印象来讲一下 这个抽鞋子拿出来 首先重量还挺合适的 没有说太重 然后也不 没有说太轻 大概300来克的样子 然后鞋面 鞋面是用那种鸡皮的材质 然后上面那种毛绒的质感 毛绒挺舒服的 然后可以看到 它把飞线坐在了这个鞋带孔 坐在了里面 所以说它飞线应该是存在于这个内靴和这个 脊皮鞋面的中间的 它内侧的钩子呢 是做了一个渐变的 就是其实是一个实心钩和空心钩一个虚实的一个结合的一个钩子 这双鞋呢是灰色的面加灰色的线 所以说看起来并不是很明显 但是其他背上还是能够非常明显的 就是不同色的这个增值的话 是可以看到它这种钩子的一个变化的 然后再往上走呢 它的那个鞋舌部分 就鞋面的鞋舌部分呢 用的是这个 编织面料 这个编织面料编的是有点意思 有点像3D编织的 它感觉柔软度还是可以的 但是总感觉跟Flyny材料有一点出入 就没有那么密 比较松垮 然后上面的鞋舌部分呢 也是一个跟鞋面一样的几皮材质 然后里面呢是那种直绒的那种绒布的材质 然后上面修了一个刺绣的科比的logo 到了后跟的部分 后跟部分呢 它里面有一块TPU来稳固你的后跟 捏成挺硬的 然后材质呢也是那种人造格的材质摸起来 然后我们再看到中底 中底部分呢用的是Lunanone的缓震材质 所以说中底部分后掌有一块 这个马兴的Zoom前掌 整个中底前掌都是用的Lunanone 那么接下来往下看是到了一个我非常非常在意的配置 也就是为什么我会把这双鞋就是说到 一开始说我非常期待是因为它 有一大块碳板坐在了这个鞋的中组份 我非常喜欢这种材料强度高 然后非常轻 然后看起来非常科技感的材料 所以说这一次A.D.Mid把这个碳板做到中底 并且有这个Kobe Logo 上面还有一个就是那种亚光材质的 把Kobe Logo做个区分 所以说我觉得这样的话 我是这双鞋是非常期待的 然后外底呢用这种深灰色的外底 但是我看上面没有那个XDR的那个Line模标签 所以说它应该不算是一款就是Line模相机的底 但是我拿手掐起来还是挺硬的 然后纹路的比较细密 初步看起来 因为这个颜色是深灰色 我可能下意识的会觉得它的这个 滥膜还是比较好的 具体防滑怎么样可能还要去穿起来试试看 所以整体看起来这款鞋 我对它的第一感觉就是重量还可以 然后鞋面我觉得这个 极皮材质包裹不是特别好 然后这个侧面的防滑我觉得做的不是很好 其他的地方我觉得都是中规中矩的 还是期待下它在实际的赛场上表现会怎么样的 我们穿上去球场上试试看吧 就算Kobe A.D.MIT穿到脚上呢 感觉还是不错的 就是你地下还是很好穿进去的 因为它鞋带就要松开以后 它的鞋面都是一体的嘛 然后它内靴也是比较好提的 这个半长内靴 然后脚横就滑进去了 鞋带积进以后呢可以感觉到包裹不错 但是这一次我穿的是那个 比较厚的精英网嘛 跟以往一样 它的鞋头还是略微有一点点宽的 但是这个宽也没有说特别过分 感觉还挺好的 所以说它这个 我是第一次穿到耐克鞋前掌 这个舒适度这么好的 一般来说耐克的前掌都是稍微会有点挤的 我的前掌不算特别的宽 所以说在里面穿的精英网还挺还算合适 所以我可能脚宽一点的朋友选这款鞋 我觉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然后另一点要说呢 就是穿完它以后进行了一个跑跳 就是跳一跳啊 感觉一下这双鞋 这双鞋首先 那因为它前掌用的是Lunanone 后掌呢是玛丽的Zoom 因为我第一次上脚嘛 这个Zoom可能没那么快踩开 然后但是前掌的这个Lunanone 还是挺舒适的 就是它有一种 怎么说呢 有一种boost的感觉 就是那种整体下线的感觉 做的还挺好的 这一次是我穿的最舒适的是Lunanone 不知道它的配方上面有没有什么调整 或者改变 然后 例行 我穿了这个打了一会球 打球的时候 其实还是要跟各位客观老爷说 就是冬天打球一定要多活动开 就所有关节都要活动开 我打了可能就 就没没几分钟就第一场我的这个右手的小拇指和这个之前鼓掠过的这个食指又戳上了一下 就还挺坑的 所以说大家打球冬天一定要活动开来再打 那么穿这种鞋打球 其实不用太多磨合这个鞋就能跟你的脚 然后呢 几次的跑动下来 我几乎都感觉不太到这双鞋就是会有对我的脚或者过分的一些不舒服都没有 所以说他可以打着打着 我居然忘了我脚上穿的是新鞋 就还是挺不错的 之后呢 因为这个ZOOM要踩开嘛 我就先打了一会球 然后再去拍的这个缓震这方面的 然后后跟的落地下来以后我觉得还是一般般的 因为可能还是打的时间太爽了 我打了大概两三个小时 然后这个后跟的ZOOM没有太多的一个感觉 可能还是要多打打 然后前掌的感觉LUNA还是挺好的 这次我打的场地呢是个沥青场地 所以说在沥青场地上 这双鞋比较细密的纹路啊 加上这种比较粗糙的地面 它的防滑性能是绝对OK的 所以说我在一根带有百线的中线区 做了好几次急停 它都是稳稳的把我固定在了我想要定的位置 我想停住就停住 我想变形就变形 所以说这是这双鞋 鞋底一个比较优秀的地方 而且因为这次打的地板比较的粗糙 而且摩擦比较大 这个鞋底看似比较细密的纹路 其实还是能够给我一点信心的 虽然它不是XDR的耐磨大底 但是它整体的主要纹路完全没有被磨掉 只是说在我刚拆箱说的 这一圈比较细密的 围着这个大底一圈比较细密的纹路呢 是有一点磨损的 但是这个磨损这么细的纹路 打了两三个小时 它磨损还这么小 可能说在我的意料之外吧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 然后今天我在球场上 还看到了两三个人 在穿这双鞋不同的配色打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鞋 比较好的配置 然后配色比较多价格比较低 所以说是一款 非常亲民的耐克的实战利器 然后另外还要说一点就是它中底 这个抗扭 我可以掰一掰看看 你看那种大面积的碳板 也是基本上不可能把它扭动的 中底非常稳 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 非常跟脚 然后没有什么太多磨合 你启动的时候 你蹬地就出去了 不会说你蹬地以后 脚还有在固度的弯曲 就是消耗你的一部分动能 或者消耗你的这种能量 这个是没有的 所以说这一点真的是要点赞 另外还要说一个小缺点 就是这个脊皮前面真的是不太耐脏 因为我打了也没多久 因为我手这边也不太舒服 也没有说做太大的动作 但是整场下来我也没被别人踩 可能就稍微滑两下 这个鞋面就有点脏了 这双鞋可能要我好好打理一下 才能挂上fuel 先上商店进行一个拍卖 那么这双鞋其实我做拆动鞋 这么多期以来 算是能够排得上前几名的这双鞋了 就非常满意 可能大家对它的一个就是 另外一部满意的眼看就是造型不太好 其实我刚拿了手的时候觉得挺丑 但是你穿到脚上穿下来 你从上面看 或者说你打下来以后 这双鞋还是挺挺好看的 就没有我想象当中拿到第一 第一眼拿到手那种感觉 就是越看越好看挺难看的 然后它外底的耐磨也是不错的 如果你打塑胶场地的话 这双鞋基本上是 no problem 没有任何问题 依照关于的这款鞋 会在我们的FU线上商店 进行一边起拍的活动 然后这双鞋可能有点脏 我肯定会把它打理一下 该擦的擦掉 该洗的洗一下 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来送到你手上的 然后明天或者后天 还有一期猜东西上线 具体是什么呢 你们到时候看就知道了 内容肯定比这一期要好玩 因为我制作比较大 而且场地比较大 所以说想看的朋友们 可以明天关注我们的猜东西 算是个小反买偏 在我们的FU线上商店开启 全部现货的同时呢 也开启了一个全新的 官方的微信号 这个微信号的名字叫做 PHEWOnline FU Online 它里面呢 会有很多的抽奖活动 像先进红包 送衣服 或者是这种征集活动也好 很多的折扣活动在等你们 这个FU官方微信号呢 其实是我们单独向 B站客观老爷 或者说公众号客观老爷 或者其他边的客观老爷 单独提供的一个渠道 这个里面刚才说的很多优惠 很多活动 这一期的参与鞋呢 到这就结束了 还是挺满意的这双鞋 说不定 当我AZ32穿逆了以后 我还是会很大纪录的 买一双这个鞋来作为 我的实战鞋款的 所以说你要称的这款鞋 在没涨价值前 有需求都没有 真的可以入这款鞋 除非你对这个高地帮 没有太大要求的话 真的挺适合你的 这一期参与鞋呢 到这就结束了 FU 篮球间的生活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